牛肉丸,猪肉丸,火腿肠,蟹肉拌的 在烫菜之前呢,我们还要把这些调味料准备好 它具体的要辣椒油,之前做好的辣椒油 很漂亮的哦 蜜汁香料粉,醋,酱油,食盐,蒜泥,白糖,鸡粉,麻油 麻油去超市里买现成的 发生碎,发生把它打碎 葱花,香菜,下面去烫菜 首先将一锅水烧开 烧开之后,先放入分菜 牛肉丸,猪肉丸,火腿肠 先把它们煮熟 煮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煮 像这些浮起来,把它们煮粘了之后 就可以放入蔬菜料了 豆泡,鱼豆腐 完整视频教程,联系微信 QQ136-5258-900 红花 菜不需要煮多久哦 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 还放点生菜 好,现在可以把它们捞出来 入个盆收起来 这是刚才煮好的菜 鱼蛋 下面来放调味料 辣椒红油 10克左右 5-10克都可以 香烈粉要把它们煮熟起来 用多少拿多少 不然的话香料香味就很容易飞发掉了 2克左右 醋 5克 5克 酱油 5克 5克 蒜梨 5克 有的地方不喜欢吃蒜梨的话 就会不放 136-5258-900 盐 5克 5克 ��草 很多水 有一些最好的内乎 ếng 5克 麻油5-10克 发生碎10克 葱花和香菜有的地方喜欢吃,有的地方不喜欢吃 如果喜欢吃的话,就可以放一点葱花 葱花和香菜 拌匀 然后用个碗装起来 盐 好,麻辣瓣就做好了 再来做一份 这是之前烫好的菜 辣椒油 5-10克 香料粉 香粉 2克 醋 5克 酱油 5克 盐 2克 2克 1克 2克 2克 1克 2克 1克 1克 感谢观看